一群官兵在敦煌的一个古墓里找到一副金色石棺 里面躺着的是一具美艳的女尸 围守的将军刚上前掀开面纱 女尸却突然睁开双眼 接着整副石棺瞬间散开 化身为三个面目猙獰的千年古尸 官兵们接连遇害将军一时间有些手忙脚乱 好在他及时发现古尸的弱点在额头的红宝石上 起料将军刚解决完这三个古尸 下一秒一个巨型骷髅士兵就拔地而起 对着他一阵乱砍 将军临危不乱一跃而起 轻松将其斩杀 没想到先前那具女尸竟在此现身 还开始审问将军的罪行 最后更是直接化为蛇妖将他无情绞杀 另一边男主湘元是一个不学无术的败家子 虽然是朝廷官员 可是他平日里花天酒地之醉精迷 完全无心语处理国事 只想着去哪泡妞 在家里走路的时候嫌弃地板脏 就让人在前面铺钱自己好踩在上面 这天皇上招湘元进攻 他已经得知将军在古墓内被杀一事 这次叫湘元来是想升他的职 好调查此案 虽然湘元并不愿意升官接麻烦事 但是皇上的命令他无法违背 只能硬着头皮接下来 不过湘元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只是派人去把死尸领了回来 是为五脏上前一文 发现这些尸体身上有烤虫子的味道 事后湘元审问负责修缠古墓的工匠 发现其中有一人在将军遇害的那天突然失踪 湘元一听这话立马断定 他就是杀人凶手 直接让人悬赏五百两去通缉抓捕 接着带五脏一起去青楼 本来想专心看伙书 谁知青楼里来了个西域姑娘 名叫冰玉 她的舞姿魅而不妖 湘元瞬间就沦陷其中 脑海里情不自禁地开始幻想 在她心里自己已经跟冰玉过完一生 历死后埋在哪都想好了 湘元立马找来劳宝询问具体情况 接着花钱包场想跟冰玉独处一下 而且二话不说就开始耍流氓 说自己要娶她为妻 冰玉听完不屑一笑 说要是湘元能破获敦煌古墓一案 自己就嫁给她 湘元听完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她立马回去通知下人 把悬赏金额改为五千两 买下城内所有的纸张 用来张贴嫌疑犯的通缉项 连别人上毛测的纸都不放过 很快便有人提供线索 官兵们急忙将嫌疑犯缉拿归案 湘元连审都不审直接宣布将其斩杀 武藏却表示最起码得走一下基本流程 于是湘元便装模作样地审问起来 不料嫌疑犯竟出口否认 说自己是被贼人劫持 所以才会逃跑 说着说着就开始自然 最终惨死在公堂上 这一次武藏又稳健了 靠虫子味 插取的事情没那么简单 可是湘元根本不在乎 宣布嫌疑犯畏罪自杀 这桩案子就此完结 她屁颠屁颠地跑进宫里 告诉皇上已经结案 皇上听完龙颜大悦 决定带着太子一起去古墓祭天 事后湘元到青楼找兵玉 却得知她昨天晚上就离开了 只留下一张纸条 说案子尚未破获 湘元看完有些疑惑 次日她跟着皇上等人前往敦皇 担心会出意外 湘元便称皇上不在 提前让武藏进去探路 但是她怕黑 不敢探望里走 湘元只能将其放逐 就在这时 皇上带人来到这 看到古墓洞口 太子自告奋勇 要先行探路 结果她进去没多久 古墓内的壁画突然出现 接着里面就传来人们的尖叫声 湘元带人进去查看 却发现太子已自然身亡 皇上得知这件事后 愤怒不已 让湘元务必查出真相 否则提头来见 接着便带人离开 而留在古墓内的侍卫们 则开始接连自然 每过一会儿 湘元出现了幻觉 一会儿看见僵尸 一会儿看见美女 甚至能看见变成蛇妖的冰玉 湘元担心 自己会在幻觉里迷失 索性用匕首割下双眼 镜头一转 她正躺在一个竹筏上 在四处飘荡 突然一只大鱼精出现在这儿 对着湘元就要咬 好在五脏其实赶到 一刀将其斩杀 事后两人更是直接把大鱼烤来吃 他们现在身处鬼市 正说着话 大鱼的主人来到这儿 这是一个老妖婆 她二话不说 上前一脚将五脏踹飞 接着又掐住湘元的脖子 正打算赶尽杀绝 却看到了她脖子上的玉佩 这是湘元父亲的遗物 当年她对老妖婆有恩 现在是报恩的时候了 老妖婆给湘元灌下一网千虫万蚁汤 湘元的嘴里瞬间飞出成千上万只虫子 眼睛也变成全白色 紧跟着老妖婆用齿轮启动某个机关 三个机关人顿时出现在湘元面前 这阵仗跟她之前在幻觉中 与古墓僵尸对战的场景很像 湘元现在双目失明 基本上毫无战斗力 很快便被机关人打倒在地 老妖婆手下的几个小鬼 将湘元扔进一个破屋里 一边讽刺地笑着 一边往她身上撒尿 而湘元对此却无力反抗 只能乖乖忍受着 她这个辈子都没这么落魄过 联想到之前发生过的一切 湘元有了亲生的念头 危机关头 一个长得跟冰玉一模一样的女生 跑来阻止 她说自己叫小谷是老妖婆的徒弟 这次来是想给湘元智商 湘元听出小谷的声音跟冰玉很像 不知怎的便听从她的话 从这一天起 老妖婆每天都会用机关人去殴打湘元 每次她都会被打得遍体鳞伤 她和小谷一到晚上就会来给湘元上药 久而久之 她开始熟悉机关人的各种进攻方式 终于有一天 湘元成功拿下启动机关人的齿轮 晚上小谷来给她送衣服 两人无意间触碰到彼此的双手 湘元有些怀疑 因为农家人的手不会这么光滑 这很明显就是弹琴的手 她觉得小谷就是病玉 可是在抚摸起五官的时候 小谷竟然直接变了一副模样 湘元这才知道的确是自己认错人了 突然几个蒙面人来到这 她快速在脑海中考虑好战术 很快就将蒙面人一一制服 只是湘元并没有下杀手 这时老妖婆来到这 原来她并不是恩将仇报 而是故意在训练湘元 以此增强她的实力 黑衣人也是老妖婆派来的训练员 湘元早就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故意没有下杀手 老妖婆听完非常欣慰 还顺便治好湘元的眼睛 第二天晚上 她跟着小谷一起逛集市 并在这里见到了传说中的绣甲金龟 小谷说 鬼市的人喜欢拿它们做烟草 除此之外 这种虫子还能让人陷入幻境 之后湘元再次遇见五藏 她把绣甲金龟放在火上烤 五藏说 这个味道跟之前那些尸体身上的气味一样 湘元觉得 古墓内的壁画上有绣甲金龟 当时拿着火把上前查看的人 可能无意间触碰了他们 再加上绣甲金龟极其容易点燃 会有那么多人看起来像是死于自然 现在看来 敦煌古墓一样的作案手法已经推测出来 唯一的问题是凶手是谁 就在湘元百思不得其解之际 五藏的话让她灵光乍现 有些人喜欢把武器上沾满毒液 再故意让敌人拿走 这样就可以起到出其不意的作用 湘元仔细思考 发现之前 太子等人进古墓之前 火把一直在果尸手上 很明显她就是凶手 就在湘元思索之际 老妖婆家突然着火 她急忙该去救人 可惜老妖婆密不久矣 她叮嘱湘元快去救小谷 还说当朝国师跟小谷 其实是师兄妹 当年她背叛师门 小谷利用自身的易容术 化身成冰玉的模样潜入京城 准备借着湘元之手将国师刺杀 没想到竟然失算了 现在小谷已被她抓去 湘元听完 立马带着老妖婆和武藏离开鬼市 与此同时 国师正在古墓里做法 打算借机杀死皇上 夺取皇权一统天下 好在湘元及时赶到 一箭烧毁壁画成功救下皇上 他将真相公之于众 国师却利用特殊手段召唤出兵玉 他长得跟壁画中的王妃一模一样 众人瞬间愣在原地 国师则继续控制兵玉去刺杀皇上 幸好湘元看出端倪出手阻止 危机关头武藏也来到这 一把将兵玉头上的铃铛三字拔下 国师的操控术瞬间失去作用 现在真相大白 国师恼羞成怒准备杀死所有人 湘元见此情形 连忙让武藏带其他人离开 自己则留在这对付敌人 他早已在老妖婆那练习所有招式 国师不是对手 很快就败下阵来 最终被向远无情斩杀 故事的最后 他顺利跟兵玉成亲 皇城内也恢复太平 至此全片完 本片片名 《阴阳美人观》 是一部国产奇幻惊悚电影 相比其他网大 这部电影总体来说还算不错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原片 最后喜欢的别忘记关注我 我是虎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